好了关注7月要登场的夏季奥运 这次的巴黎奥运除了我们一般熟悉的赛事 新增的比赛项目非常受到关注的有一个是霹雳舞 霹雳舞是街舞的一种起源于70年代的纽约 舞步讲求力量的运用会见到大量的地板动作 很多人说霹雳舞就是嘻哈文化的代表性元素 而在日本也掀起了奥运霹雳舞风潮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74岁的传统舞蹈大师 加入了日本唯一的影法族街舞团 成员们全部年过半百 但是跳起来非常有看头 一起看看 宣传和服 头发盘成法际 这位74岁的日本传统吴勇老师 袁若清子慧 正熟练的教着学生摆动肢体挥舞舞善 但年过七旬的他 没有被自己毕生的专业给局限 反而还走在时代的很前面 他换上T恤 戴一顶黑色潮帽化身成街舞舞者 还完成了招牌的地板动作 这强烈的反差 全是受即将登场的国际盛会激励 于是袁若清子慧跑来目前在日本 唯一一间由英法族主成的街舞教室上课 这位38岁街舞老师 是曾夺下全国街舞冠军的心井佑点 当时建议他们先从儿童的街舞班入门 一年后的今天 已经累积到15名热灵学员 勇于尝试需要一颗年轻的心 但这群银法族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极限 不追求高难度动作 而是以乐活为主 上个月底 这群年过半百人女子街舞团体 当中有8人做了成果发表 全球正先起一波街舞热潮 因为2024巴黎奥运 首都将街舞风格之一的霹雳舞 纳入正式竞技项目 除了日本 还有美国 加拿大 澳洲等代表团参赛 我认为霹雳舞会非常好 凸显个人风格的霹雳舞 通常需要高难度的技巧 加上大量地板动作 这些B-boy和B-girl们 必须根据DJ的节奏 调整动作并且即兴发挥 也就是众所皆知的Battle 这种不受空间场地限制 自由发挥出招的街头舞蹈 起源于70年代 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 被视为嘻哈文化的源头 Breaking 它永远是一个社会的兴奋 所以那些组织 这种组织的组织 是这种意义 做成为一个人 如今大风车即将从街头 转进奥运的殿堂 也让世界各角落的舞者 看到希望 巴西这支成立十多年的街舞团体 现在不但活动表演满党 还邀请全国各地 甚至外国好手前来交流尬舞 在北非的土尼西亚 街舞也未被社会遗忘的青少年 点亮一转明灯 根据一份2021年的官方数据 土尼西亚每年有超过十万名学生 没能完成基础教育 就中途辍学 全球各地男女老少 纷纷秀出自己的嘻哈态度 TV有限动吧 的 上个字幕 上个字幕 下转えー